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人们的面纱始终未被揭开 从观微频繁安利的各种相省视频段子 立一位发现蛛丝马迹 针针令人捉急 仅有的郭德纲 张国立两位召唤师偶尔亮相 每天整点倒计时的短暂邂逅 让人紧张的小心脏扑腾乱跳 好奇的情男自尽 从节目的官方话题景象上有新人景中 看到了一些相省人粉丝应援的互动 孟贺堂 周九良 张九龄 王九龙 陶云正 于小槐 鸡天宇 徐涛 郭威等等名字被提起 这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德云社的孟贺堂和周九良 又有以鸡天宇这个名字最吸引人注意 她是这些人中唯一的一个女演员 又是唯一被单独提起的 像是演员的搭档 多是年纪不相上下 多年魔和一捧一斗 轻易不会改变 别人都是成对的被提起 像孟贺堂 周九良 原本就是一对CP搭档 这个鸡天宇搭档又会是谁 鸡天宇是中国相省第九代弟子 师承刘增凯 是相省演员陈一安 魏龙好 吴赵南三门唯一公传弟子 他虽然出生在台湾 祖籍却是山东 他是一名相省演员 也是一名影视演员 常常随吴赵南相省聚异社四处演出 也曾出演过台湾往事 祖宗十九代 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 很多部影视剧 看过她的演出 并没有什么台湾腔 而且身材高挑 两腿修长 性格开朗过大 是一枚标准又标志的山东姑娘 以往鸡天宇参加演出 多和师傅刘增凯搭档 有时参加综艺会临时 和一些前辈碰到 除了师傅 比较固定的搭档是刘尔金 这次若是参加相省有心人 那搭档必然也应是一个新人 不会是前辈们 所以如她参赛 最有可能的搭档 就是曾经有过合作的 相识有默契的年轻人 鸡天宇曾在东方卫视最近一季 欢乐喜剧人的决赛舞台上 与张云雷 杨九郎的酒编组合搭档 在探星水河 桃花台乐位员 两个节目中和张云雷 饰演一对苦命渊涯 鸡天宇因为这当节目 因为大连妹妹被观众熟知喜爱 鸡天宇一双大眼睛 十分有灵性 笑起来还有各小酒锅甜甜的萌萌的 足有170厘米多的身高 两条腿修长强眼 她和张云雷是像上街 少有的腿长眼指高的演员 舞台直上CP感极强 特别是一同演出的两个节目 七美揪心的爱情故事 令无处观众潸然泪下 虐心的结局特别令人遗憾 大批的网友粉丝 期待两个人再度合作 在一起的呼声从未停过 鸡天宇和张云雷是同门同辈的年轻一代相上人 自上次同台之后一直偶尔互动 何况两人站在一起颇为两眼 一起搭档 当真是相上街的颜值担当 最美CP若其天宇此番参加向上有心人 很有可能和张云雷搭档 不过话说回来